cause люди 歡迎走進天津威視大豪情感節目 愛情保衛感 我们的节目呢 是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 独家冠名播出的 广电5G192 全新浩段 全新体验 让爱相连 让我们掌声有请 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 三组嘉宾 欢迎他们 首先要疗愈的是 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 张先生31岁 来自广东 金融业务员 李女士28岁 来自四川 全职妈妈 她们究竟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你觉得你们这段婚姻 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觉得她不是一个 合格的丈夫 也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而且她还无视 我对这个家庭的付出 我们之间有沟通障碍 经常吵架到情绪崩溃 她对我的埋怨太多了 你对这段婚姻 有什么后悔的地方吗 当初我为了爱情 裸婚原嫁 而且闪婚闪欲 现在想想真的是太冲动了 后悔没有赚到足够的钱 给到老婆孩子稳定的生活 总是因为工作在外 没有陪在他们身边 来吧 说说吧 全职妈妈觉得 她既不是一个好丈夫 也不是一个好爸爸 是这样的 我们刚开始呢 我们两个三观比较合 我性格也是那种很直的 我就觉得这个人 我可以和他在一起 什么事情都可以谈 没有什么沟通障碍 然后我就觉得 好 两个人就决定下来了 三个月我们就闪婚了 后面有了宝宝嘛 宝宝出生的时候 我们本来是很开心的 然后宝宝发生了一点点意外 然后宝宝是一个特殊儿童 就是小宝宝很小的时候 你就发现他的眼神啊这些 因为我是母乳嘛 然后你就发现 他的肢体很软 就是没有别的小朋友 那么硬啊 然后还有就是觉得 叫他怎么不硬啊 三个月的时候 实在拖得不行了 赶紧去查 然后我就带孩子 他说 哎呀 我这边没办法呀 没办法 我就只能带回四川嘛 去华西 一检查 听你左边八十分贝 然后右边就是完全没有了 你说当一个妈妈 心里面能不及吗 后面又去带到从勤儿童医院 宽不行 骨科医生直接说 你这个小朋友 听力也不行 平衡感绝对不会好 肯定 大概率是不会走路了 当时我一个人 强忍着那时候 我说 医生 有什么办法 什么办法 我都愿意试 然后我们就给了我一个方案 说打一下石膏 看一看有没有效果 然后我们就在那儿 住了一周的院 最后的时候 花了八千多块钱 然后我就打电话 我说你赶紧把钱转过来 他说我没有钱 你自己想办法 我工作再忙 我挂了 你说我当时我真的我哭 我躲在角落上 我哭都哭不出来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你说这样的爸爸 他负责任吗 当时可能他理解错误了 我的所有的积蓄 都是为了小孩子 治病花光了 当时也没有积蓄 我妈妈这边也比较困难 也是没钱 只能说是找他们家的父母 或者兄弟姐妹帮个忙 想个办法 那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最后八千块钱 还是我妹妹拿出来的 当时我在家带孩子 在家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 这个期间 都是我的父母 我的妹妹在支持我 然后特别是孩子 助听器就六万块钱 我们家出了一半 后面那一点还是紧催 催了很多次才补齐的 你说一个家庭 男人在外面工作 十天半个月回来一次 关键是钱还没有拿回家 什么工作 十天半个月回家一次 因为他经常出差 我主要的工作 就是来业务 行情不怎么好 但是我尽量能拿回来的 都是拿到家里面 不是几个月 是三年 三年怎么你这份工作不行 我就说了 你就不能换一个工作嘛 对不对 你家里面孩子都这样子 你就为什么 我觉得他喜欢那个工作 他喜欢在外面跑 没有考虑到我们家庭这个情况 其实我有考虑过 在家里面换个就近的工作 我想招聘个救生员之类的 但是我干这个行业 已经干很多年 我从14年干到现在 将近差不多10年时间了 隔行又隔三 然后加上我的业务上 还有一些 欠的钱没给到我 这个我要打断他 欠的这个钱 他有借给朋友 你自己家庭情况那么困难 你为什么还要借钱给别人呢 我们家难道不需要钱吗 借出去多少 但是我的发小 我也不好去 他借出去多少钱 借了不止一次 结婚前借过 然后结婚过后 还借过一次两次 估计有四五万来的 就有了孩子之后也借过吗 对 有过孩子过后还借 其实那个是我发小 我也不好拒绝他 不是你发小 不知道你家里面这个情况吗 知道情况 但是有一些是 结婚前借到他的 今年肯定会回款 回得给我 借出去的钱 要拿回来是很难的 这个大家都懂 这是我的发小 但是为什么你孩子出生之后 你还会往外借钱呢 这就不能理解 对啊 你连医药费都掏不出来 你拿什么钱去给朋友借呢 可能我这个人 有点低气用事吧 低气用事 而且我经常催他 你一直用事了 你儿子还躺在那边呢 我还经常催他 我说你赶紧 家里面孩子 我说又感冒了怎么样 要用钱 我说那你跟你朋友好好讲一讲 对不对 我经常我就说 他就嫌我暴躁 说我老是催他 我还有截图 来我们看一下 你给钱啊 160 你给一两百算什么 把钱给我转过来 我们现在都还是租着房子的 我每个月都还在为房租发愁 你为什么还要一个人带着孩子 再一乡 你的丈夫又不回家 其实这就说到 刚开始我们两个人啊 我是远嫁嘛 然后当时我还是挪婚 我没有要任何的踩你 房子 车子 我通通对他没有要求 我想的是 靠我们两个人的劳动力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是你们为了爱情 还是你为了爱情 我觉得是我们 但是我现在 我妈妈都感觉好像 只是我认真了 真的心都寒了 其实我每次听到他在哭 或者是难受的时候 我心里面也很难受 难受什么呀 你赶紧挣钱去啊 你有这难受的时间 赶紧把钱挣了 我爸都直接说 你干脆别回去了 就带孩子就在这儿吧 反正我们肯定能保住 你们两个人一口饭的 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你回四川 然后你爸爸 你看看孩子 你还能找个工作 对 我们当时也是这样想的 你春典前将来孩子 还要用呢 对不对 关键就在于 我更难受的一点是什么 我家孩子 他在四川 他水土不服 不服 慢慢就服了 慢慢服不了 他到那边就容易生病 但是到广东来 慢慢就好 他就能 而且我们家孩子 我为什么那么激动 我辛辛苦苦 带他那么一年多 他就喜欢他爸 孩子半个月 才见了一次爹 然后特别爱爹 因为每次爹 都会带个礼物什么的 他当然会爱了 你就让他 没事到四川出现嘛 没有 这样你们深圳的房子 可以让他退掉 换一个什么更便宜的 多省一点钱 寄给老婆 主要是我觉得 他不是说他赚不到 我们该有的生活费 因为我当时来这个节目 我就觉得 他这个人很固执 我跟他吵了很多次 我说这个工作不行 咱们换一个工作 他总有会跟你说 以后会好的 说句实在话 你是不是不想回家 没有 我觉得家里面 有那么一个孩子 就是出差十几天 我是不能想象的 是吧 要是我觉得 有这样一个孩子 我是天天想待在家里面 对吧 我也想在家里面 你想在家里面 我还说一件事情 有一次 就是我去谈一点事情 因为孩子现在大了 我想的是 稍微自己再出去赚点钱 回来的时候 着急见孩子 就骑那个电动车 骑快了一点 然后一下摔倒了 我回到家 我低血压 一下就躺那了 就是人就昏了 我也是打电话给他 他也是说 哎呀没办法 在外地回不来 那个时候第二天 去香港出差说 带了一些巧克力 什么一些吃的 带回来 我就看他寄给别人 我心里面我就 我又受伤 孩子又这样 你竟然 带东西 还寄给别人 上次那个巧克力 那是客户的牌子 我答应过他 因为那是客户 为什么答应他 也是为以后 饮水食源 我帮助过他 他也会以后 可能帮助到我们家 行 大体的事实了解清楚了 我们先来听听 其他两组嘉宾 有什么样的 办法和方法 就我觉得 这位哥的话 就听一下姐姐的话 对吧 能换份工作的也可以 我也是挺同情 这个姐姐的 我觉得他一个人 为了爱情 远嫁 就是很不容易 然后就成为全职妈妈 就觉得就很难 哥你能不能 就是多照顾一下 他的情绪 就是多听一下 他的话 我好佩服这女嘉宾 她们能 能闪婚闪欲 像我们这个岁数呢 我们一年多了 都确定不了关系 我们要需要勇气 您听出来的是这个味儿 对 他关注的点 他听到自己身上 对 闪婚闪欲勇敢 来 崔女士 希望这男孩 应该回 在一块工作 能好一点 还能帮照顾孩子 俩人在一起 我感觉的是最好的 其实我也想说 儿子他跟我也比较亲 自从小林带了儿子回来 在我身边 有时间我都陪着他们 以前医生说还不会走 但是说现在小孩子 已经慢慢地会走了 我感觉 这是一个 有个磁场 有父母在身边 可能会更好 我妈妈也从老家过来 慢慢照顾小孩 我希望小林也 跟着我一起去工作 反正一起奋斗 你不要老师讲 我画大饼 对啊 你就是老师这样子讲 以后以后啊 就是我觉得我已经 既然婆婆都来照顾了 你为什么还不能工作 我就是今年上半年 然后奶奶才过来嘛 肯定现在孩子 她是慢慢这样子 扶着东西站起来 能慢慢走 然后她 但是经常摔跤 奶奶有时候做饭呢 就看不了她 所以我只能去做兼职 我想就是让她醒悟一下 我觉得我都那么努力了 为什么就是你还要那么坚持 自己原来的工作呢 其实这就是我最终的一个诉求 其实我认为你在生活当中 不太需要她 因为你说所有老公在外地也好 到身边也好 其实你更关注的是钱嘛 因为你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嘛 但是你去想一想 如果有人稍微帮衬你 如果能转换意识你去挣钱 它未必在你心目中有那么重要 因为在过去的这两年多里面 它没有真正的能够帮你去分担 真正的分担 陪伴 舒缓 你所有的压力它没有 那个对话让我真的很心寒 我很愤怒 但你居然能够忍受 就是因为其实你自己不够独立嘛 尽快地能够有收入去 这个男人 未必回到你身边之后 会比现在还更好 就像刚刚父亲讲到的 孩子在你的身边 你感觉他 慢慢地能走了 慢慢地能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兄弟 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对 在我身边 我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例子 我身边的一个朋友 他的孩子是失与症 然后大夫跟他讲 你就让孩子开心 就让孩子快乐 他就跟他的爱人带着孩子 全国各地都去走 慢慢地孩子有所好转 这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力量 你们两个如果有空 有假期的时候 他慢慢长大了 带他去各地去玩一玩 感受一下 走路 习惯在每个地方 不同的地方去走路 说不定了 孩子能够飞速成长 还有父亲这个磁场 我觉得很重要 这个时候你要给他一个期限 就三个月 半年六个月 你不能做到 咱们就这样吧 你不要再给我画未来的饼了 因为你一个人 扛这么大的压力 要操心这个操心那个 然后你又本身是一个 内心很焦虑的妈妈 你再这样下去 你自己压垮了 而且孩子也得不到 好的一个情绪 妈妈的情绪对孩子来说 就是像天一样 妈妈开心了 孩子就开心了 妈妈不开心 孩子的身心健康 也不会好好地发展 所以我觉得 你要开始为未来做打算 做最坏的打算 做最好的努力 好吗 我和丈夫聊两句吧 我是做了很久的 原生家庭的研究 在我们看到的 特殊儿童的家庭里面 男性的遗弃率 比女性高太多太多了 大量的父亲离家出走 就是因为发现了孩子 出现一些问题 甚至我还看到过 有一个只是孩子 只是小猫小狗症 他就跑了 就那么轻的一个病 他就都会跑 然后我看到你的时候 说句实在话 我是能够看到你 眼睛里面逃避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绝对不会逃避 不是 你听我说 我没有说 是在显意识上面 我觉得你在潜意识上面 是有逃避的 你没有完全接受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你的人生从此改变了 你还是延续在 过去人生的轨道当中 你回不了头 你过不来 我不是说你道德品质有问题 我只是说 在你的潜意识里面 你没有真正地去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这一生 从此以后就不一样 跟妈妈说 六月份的时候 我跟残障学生 一起做了一场直播 我跑到那边的时候 我发现 浙江省的残疾人的这个学校 它居然开设了一个电商专业 然后培养残疾人当主持人 然后我跟他们做直播 然后发现 有盲人跟我做直播 有听障的跟我做直播 有肢体残障的人一起跟我做直播 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阳光 他们之中有父母仪器的 有父母对他非常好的 有遇到特别好的老师的 但是他的一生之中 一定有一个人点燃了他 结果这些孩子到什么程度 有一个目盲的一个孩子 他现在已经拿了一个全神的奖 然后他跟我说 我是给运动员做复健的 我不是盲着按摩 我的理想是要考硕士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一定要有梦想 我们一定要相信社会的力量 一定要相信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未来是可以点燃孩子的 我们杭州有一个 专门做洗车房的一个地方 是专门为智障孩子上班用的 在进门的时候 有一行字叫我来上班了 他说为什么写这行字 因为这些孩子每次来上班的时候 都可以跟邻居的叔叔阿姨说 我去上班去了 我来上班了 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是被一股暖流给流过的 所以不管你身边有没有人帮你 相信我们这个时代 相信我们这个社会 你作为一个母亲 你点燃了自己 我们这个世界不会不管你们的 作为父亲 我希望从今天开始 你真正的也像你的妻子一样 完完全全地点燃自己 因为对于你来说 这一份爱是真的可以救一个孩子的 我特别同一位老师刚才说的话 一个孩子可能真的需要父母同时的爱 我们才能相信有奇迹会发生 丈夫没有那么糟的 因为在我们屡次劝你带着孩子 回到你的爸妈身边的时候 一个可以借机逃脱责任的父亲 其实是可以点头说好的 他可以借颇下旅说 好 给我一段时间你回去一下 让我好准备一下 但他没有啊 然后父亲在讲到孩子的时候 这个爱是感受得到的 他会说不行 我的孩子不能回去 我的孩子在那边水土不服 他会说我在他身边 他就恢复得会更快 丈夫我要跟你说的是 这是一个能陪你吃苦的女人 她现在不是要毁掉你的事业 也不是要让你完全叫停 而是他需要看到 我的丈夫心向家 我的丈夫在我有问题的时候 我摔伤了 能第一时间先把工作一撂回来 我的丈夫在听说孩子又需要钱 或者我需要钱的时候 跟我说老婆 我现在找我们老板 去预支一下工资去 他就要一个这种态度 你要能给他这种感受 他也就不痛苦了 你们要把这个结给扭开 我相信你们两个人都是很爱孩子的 你们都不会做出放弃孩子那件事 但我担心你们在无休止的指责 和向他缩取的过程中 把你们的爱情是真的弄空了 不要把爱搞砸了姑娘 收回你的那么多的指责 和对他的一些误解 他没那么糟 你们好好想一想好不好 好好想一想吧 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 谢谢 谢谢 来 谢谢你们 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 小新23岁来自安徽活动策划 小五22岁来自安徽运营 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恋爱以后你们有什么变化 我变得越来越帅 越来越有气质 但是他一点都不懂得欣赏 我觉得我没变 他倒是变得越来越计较 还矫情 你最受不了对方什么 他越来越精致 护肤化妆穿搭 一样也不落下 他咄咄逼人 吃葡萄还嫌酸 我为了他而改变 最后还被嫌弃 被嫌弃啥 就是老师 他就是太过了 就是哪有一个大男人 就是早上起来 就是给自己一个多小时去化妆 然后在那喷喷雾 对 就太过了 我觉得没必要 你是像张瑞老师一样 要拍戏去是吗 不是 就是我比较在意自己的形象 也都是他样 你讲一下化妆流程一小时 让我听听 一步步讲 爽肤水 精华 护肤霜 笔笔霜 粉笔 描眉 侧影搭不搭 对对对 基本上都有啊 画个眼线什么的 不眼线要画 那 那你需要涂一点 笔笔笔的眼影吧 对 就那个眼影的话 就看情况吧 准备要用吗 不一定是眼影要涂 不用笔笔 睫毛高刷吗 重了 他睫毛是重的 对 就重了几根 也不是全重的 对 这个习惯之前 谈恋爱之前没有 没有啊 就是都是被他养成的嘛 就是我之前脸上 就长点痘 他都要嫌弃我 然后后面就 我听他的话嘛 就慢慢就养成 现在这个样子 就他又反过来嫌弃我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不理解 他怎么被你变得 这么极端了呢 就没有老师 我就是只是简单地 跟他说 就是男孩子 干干净净不好嘛 就是越说 他就越这样做 然后他也用我的化妆品 那也没事啊 咱用得快一点 就省得放坏了 太快了 就是我的化妆品 就是我平常 自己能用一个多月吧 就是他用的话 就要二倍速消耗 就只能用半个月了 他就是太抠了 我用他化妆品怎么了 你化妆品那么多 还不让人用 就是有一种 我想找个男朋友 结果我多了一姐妹 他其实不是建议他化妆 是建议他用他的化妆品 对 你平时化的妆是什么样了 就是比现在要重一点 还是让我们看一下 有吗 这是敷面膜的 这下面是你的化妆品吗 就是老师 就是这个就是 他每天就是搞很精致嘛 然后他敷面膜 就是各种敷 就是什么面膜他都敷 我倒是知道有很多职场里头 普通男生啊 他们有的纹眉啊 但他们是改眉型 然后还有的呢 就是指甲是真的抛光 涂指甲油 比我精致多了 我觉得男人精致 不是什么错哈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但有一个度的问题 对吧 对 是的 就他化妆嘛 就他现在还有容貌焦虑了 就是他嫌自己的鼻子不够挺 就我 我觉得他鼻子挺高的呀 然后他又嫌自己睫毛不够长 就是你看今天还重睫毛了 你这鼻子还不够挺 是想要当个皮诺槽嘛 不是 就是哪个 就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好看一点嘛 你可以啦 你运动会让自己变得更好看的 你的排汗的方式 可能就是运动啊 然后毛孔排汗 会把脏东西排出去 你这样一直化妆我觉得不好 你出来化妆 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受不了的 他还就是喜欢拍照片 就我觉得一般就是都是 出去都是男孩子给女孩子拍照嘛 就他嘛 谁说 谁规定出去就是男孩子给女孩子拍照 女生也可以给男生拍啊 所以你们俩是 所以我给他拍了 就我蹲那咔咔给他拍半个小时 就太不满意 他说我什么技术不好 又说我没有把他什么优越的 夏合线给拍出来嘛 他本来就 很过分 他这照片拍的就本来就不是给人看的 太丑了 就没法看 你有给女朋友拍的特别美吗 我给他拍照都挺好看的呀 都基本上就没有出错了 你有给女朋友化妆吗 就都是他自己化 他不要我给他化妆 对啊 他都没有这样过 而且我给他拍的丑嘛 然后他就走哪批到哪 走哪批到哪 就我还用好心地提醒他嘛 就别撞柱子上 别把那张帅气的脸给撞花了 你俩平时在一起相处起来怎么样啊 就以前我觉得还挺好的吧 就现在他就是天天跟我作对 你俩特像闺蜜 对 你跟他的姐妹陶一起聚会吗 我们聚过会嘛 然后他就好一顿地捣持自己 也就是最离谱的是什么 他在那个什么三十五度的大热天 穿了那么厚的一件加入卫衣 我就我当时问他穿这个干嘛呀 然后他就说帅哥的事情你少管 就说我不懂时尚之类的 他本来就不懂时尚 我当时穿那个卫衣是为了就是 配我那天的发型 还有我的装造 就只有那些卫衣能就配得上 出出汗也没事 就出点汗新陈代谢更快嘛 就对皮肤还好 他见我闺蜜第一句就说人家卡粉了 我当时心想他没事吧 就是他怎么能这么说呢 就搞得我特别尴尬 不是我实话实说有错嘛 他闺蜜本来就卡粉了 就是我说完之后 我还教他闺蜜怎么不卡粉呢 就是你闺蜜后面还感谢我呢 这样一个女人真的无地丝容 现在你们俩房租是分担嘛 AA嘛 就是我钱都放在他那儿 就基本上都是他交 但是他前两天又就问我要走了 他说你管你的我管我的 然后我就很不理解 不是我当时就是皮肤状态比较差嘛 然后我就想找他要三百块钱 就买个泥膜清洁一下 然后他都不给 然后我就一气之下 我就说那你把钱都给我吧 然后我这不要不知道 我一要 我才知道他给他帝啊 花五千块钱买了台平板电脑 就是他从来都没给我 花过五千块钱 就买过东西 你给你帝买平板电脑的钱 是他的吗 不是的老师 就他这人就特别小心眼儿 就我俩钱虽然放一起嘛 但是我自己也有五千块钱呀 然后我肯定是用我的钱给我弟买的 他就一直觉得是他的钱 然后就揪着这件事情就不放 那谁知道呢 我的钱放他呢 他也可能用我的钱呀 那他拿回去全部了吗 拿回去了 就是我俩哥一起就存了一万多块钱吗 因为我们刚毕业嘛 然后就没多少钱 他全拿走了 那可以分了呀 今天还来干嘛 他不是想着就是挺喜欢的嘛 然后看能不能改一改嘛 具体点改什么 就能不能改改 他就是作为一个大男人 就能不能别这么精致啊 你喜欢的是他的长相 他在长相上精益求精 努力 他太精了 逼近自己 现在只要出门就化妆是吧 对 基本上是出门就会化妆 所以他慢慢啊 就是爱上了自己 镜子里的一个自己 这不是啥好事兄弟 所以就是 其实他们两个人之间 我觉得没啥爱可言 你俩喜欢对方吗 喜欢啊 就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我是一达爱出奇的一致 那你说说喜欢他啥 喜欢他 就是他不仅对我好嘛 就是他还特别贴心 他哪对你好啊 他之前对我特别好 就是特别细心 就是家里面可能做饭嘛 都是他做 就是我从来没做过 咱说说现在 就现在就不一样了嘛 现在精致的他 对你还照顾吗 他应该不做饭了吧 他会伤皮肤油烟 哦 对 会这么觉得 你看 就他这个人 他现在不仅精致嘛 就他还特别斤斤计较 家里面不就剩一天面膜了嘛 然后就是我明天要出门 我要服 然后他明天要出门 他也要服 然后我就没办法 我就肯定先来后到嘛 然后肯定我先服 然后他就跟我抢 然后我就好好跟他商量 我说要不然我先服十分钟 你再服十分钟 就他也同意了 然后他这人计较什么呢 就是定了一个十分钟 整整的闹钟 就是一分一秒都不太差的 然后十分钟一到 就把我的面膜先走 然后敷他脸上 那面膜上面写的是 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之间 我比他少敷了五分钟 我都没说什么 还有一次我俩就吃了个螺丝粉 然后就我们俩正在吃着嘛 他就突然不吃了 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吃了 然后他就把我碗也端过去 在那巴拉巴拉 哦 原来跟他属螺丝呢 哦 我碗里面有什么十二颗 他碗里面就什么十颗 然后他就端着碗就去找人家前台 我问他干嘛去 他说你别管我 我就让他在原地等着 我去找前台理论 一下他本来就给我少了呀 那他也不能直接冲着人家前台吼呀 就你说你凭什么给他这么多 给我这么少 这不就是闺蜜吗 我当时就是特别丢人 你们两个有没有 特别像男女朋友之间 该出现的一些矛盾 比如说因为跟哪个异性接触了 而生气这种事情 有 有吗 哦 真的有 之前他还就是接过一个拍摄兼职嘛 拍摄广告的 然后就是我那天正好下雨 我就想去接他嘛 是吧 他也没带伞 然后我就打电话过去问他你在哪 他说我在哪个哪个棚里 就是我说我去接你吧 他说不要来 那我不是想着就是天下雨了吗 就没必要来接我吗 就我自己打个车就可以回去了 不是这样 就是我就不管他了 就是我把电话一挂 我照样去了 然后我就看见他跟他前男友在那拍照 就是因为我前男友嘛 就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系 就是工作上的联动 对对对 就是就联系过这一次 然后因为他找那个女孩子 就放鸽子了 然后我就临时去救个场子 就是我就只想着赚钱嘛 而且价钱给的不低嘛 所以你前男友被放鸽子第一反应会找你去救场 是吗 我就我也没想到嘛 然后我就想着他的价钱挺高的 我就去了 他应该也跟我提前说一下 是吧 我跟他一起去也好 我盯着他嘛 起码 他都不跟我说的 还不要我去 这是你变得精致之前的事 还精致之后的事 就是精致之前 你看那个时候还有男女之间该产生的矛盾 之后慢慢的就少了一些 就是面膜上的争执了 那怎么办呢 这俩人 男生多让女生多让一点吧 一定要 多让一点面膜 洗面膜的时间 多给点女生就好了 男生都可以多牵扬一点吧 其实 我觉得我已经够让了他的呀 没有 其实反而作为我已婚了 我经历过他们那个阶段 我反而觉得他们现在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允许自己做自己 也允许别人做别人 是他们这个阶段最好的 我感觉的 这男孩应该为女孩改变一下 因为我也是过来人了 我也不喜欢男孩总化妆 反而这化妆不化妆的事呢 我觉得这是你的自由 爱美之心呢 人皆有之 而一个男人 仅仅是以自己的外在 作为一个衡量自己的存在感的 一个标杆的话 很危险 你是做活动策划的 是的 并非是职业需要 而且你真正应该去在工作 事业方面去如此之较劲 如此之看重 这样你给对方一定是一个 很踏实 很欣赏的感觉 反而现在越来越变得呀 心眼小 越来越变得呀 不再认识了 你可能眼睛越来越漂亮了 但是眼神里越来越没有魅力了 没有任何一个女孩愿意和你在一起 因为很枯燥 很乏味 千万不要被表象所迷惑 让自己啊 不能踏踏实实的 去做一个真的男子汉 明白 女生 其实也就一句话啊 让她美起来有何不可能 你怕什么呢 男人她太美了吧 她天天 她太美了 你觉得不安全了 你觉得有威胁了 你觉得不自信了 不是 她美就美吧 就是她对自己很美 就是她什么经验也不跟我分享吗 就是她说我皮肤不好 美的经验不跟你分享 对 她也不跟我说 你把她到底当成一个共同追求美的那个闺蜜 还是当成一个能共同生活的男人 你也不明确啊 你只是隐隐约约觉得你们的中间感情出现问题 但问题在哪儿 不要只看到表面 要看到内在 好吗 你们俩在处处啊 然后呢各自收一收 也挺好玩的 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很可爱 然后就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嘛 我觉得包括化妆啊 包括你自己对审美的一个要求 包括你敷面膜之类的 我都觉得没有错 因为在你的立场 你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但是其实我希望的就是 不管怎么样 我们作为一个男人 我们心里有东西 我们肚子里有东西 对吧 就这个东西是能给到你帮助最大的 你可以慢慢地试着改变一下 因为你还有很多的时间嘛 所以就是还有很多时间拯救你们两个的爱情 但是有的时候没必要那么的精致 慢慢地中和一下 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样子 现在你的样子 我觉得可能你女朋友不会喜欢你 就你们两个人啊 真的太乏味了 乏味 我们中国古代是有美男子的啊 潘啊 宋玉啊 魏戒啊 有一次 魏戒进城的时候 全城的姑娘都听说 哇 最帅的那个魏戒来了 赶紧去看吧 大家一蜂拥而上 看看 把那个魏戒给看死了 就是硬生生给吓死了 你知道吗 这叫看杀魏戒 专门有这么个典故 我们中国男人呢 也有化妆 魏戒的时候 他就敷粉 对吧 我们中国男人啊 他也喜欢美 宋朝的时候 沾花 把花沾头上 所以自古以来 你说这个什么 漂亮啊 敷粉啊 带花呀 都有 但是 我们整个中华文明下来 雄性的审美 和雌性的审美 它是有非常 敬畏分明的边界的 对于男性 我们追求的是 更多的是阳刚 是棱角分明 我们更希望这个男人 能够在气质上面 能表现出顶天立地的一面 对于女生 我们可以精致一点啊 或者说是温柔一点 温婉一点啊 亲力一点啊 都可以 但是 现代社会呢 由于大量的女生的喜欢 所以中性和阴柔的男生 开始出现 所以你的那个审美 是来自于女性审美的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 洗尽千华 然后回去好好思考一件事 就是我究竟我想过的生活 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我究竟是想天天涂脂抹粉 然后是招摇过世 还是我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生活 这是两条不同的道路 选择当然是你的 但是别人对你的目光 别人看待你的眼神 完全是不同的 以及你走的那个方向 也是完全不同的 我对化妆没有那么 严格的反对 刚刚呢 陆七老师也说了 咱古代的时候 这事就不新鲜 对吧 他也举了 魏晋南北朝时候的例子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是要以漂亮的外在 来表现我们内在 高超的品格 所以在那个时候 比如说像 《严世嘉训》里头就有写嘛 说贵有子弟 无不熏衣替面 腹粉诗诸 那么这一些 腹弟们 他们是腹粉诗诸 这一些都超出了 我们现在男士们 该有的一些 对吧 所以说男人 是不是只能呈现出 一种样子来 这个呢 我是存疑的 就包括我们自己 在影视作品里头 一直喜欢的男性的形象 也是在随着时代的变化 人类的审美需求 在发生着变化的 因此也给了我们 现代年轻人 更多的一些 探索自己 可能性的空间 但有的时候 我们会在这样的 一种探索上 走得有一点过度 这个过度是来自于 谁来判断呢 你所想讨好的那个人 就像我们化妆 假如我要不出来 见人的话 我可能不化妆 假如我要不出来 见人的话 我想怎么化 我也可以怎么化 这处于我在封闭世界 做自己时 我要我是谁都可以 但我一旦要面对 我想爱的那个人 我想取悦的那个人 我是不是应该呈现出 他最喜欢的一个状态呢 他喜欢我干净 我就不要油腻 他喜欢我装淡一点 我就不要太浓 他喜欢我今天不化眼睛 我就不带假睫毛 不就这么简单吗 反正是要思考一下 你们两个人的未来了 待会儿坐那儿 好好想一想 好吧 好 老师 好 来 我们换下一组嘉宾 谢谢老师 本期第三对情感嘉宾 丁先生五十六岁 来自天津 机械工程师 崔女士五十三岁 来自黑龙江 退休 那么今天 他们又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恋爱过程中 对方存在的问题 他算计太小些 我早就想跟他断了 他对外不公开我们的恋情 他的心思不在我这儿 但我没有想过放弃 那这段感情 给你带来了什么呢 矛盾 松口 土线 光有坏的 没有好的 温暖 可心 我感觉他就是 我要等的另一半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就是他都不公开 你们的感情 他还是你要找的另一半 这个您能给我解释解释吗 老师 我不是 怎么公开 我俩一起逛街 一起看镜眼 一起散布 那还不算公开吗 那我要怎么公开呀 那正式地来宣布一下 您二位是什么关系 我俩就是恋人关系 谈恋爱谈了几年了 已经一年半都多了 我问一下这姐姐 认可吗 你们是恋人关系 认可吗 现在不认可 以前认可 半年前我就要跟他分手 他不分 死皮来脸不分 这不是要上这来 我不来 他非得载我过来 他不跟您分 您是什么样 就是还继续跟他相处 还是说就不理他了 他每天来找你 二位打电话也理 有的时候俩人散散布 我觉得他要是能改了 我还能原谅他 那其实 这一大成气 属于闹别扭期间 对 行吧 那说说吧 想想吧 前几个月 我儿子要上天津来发展了 我儿子干法郎的 我说我就帮他找个店面吧 他大班到懒的 他说给我找 最后找一个合适的 合适的 那个要押金 要了八万块钱 我说我倒是 凑凑九万块钱 我说他先借给我 三万是不是 等我钱到让我再给你 他说行 等到我交钱的时候 没了 他说把钱借给他 千七了 我就生气了 这个千七这事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我跟他说过好多次了 我们都差不多十年了 啥联系都没有了 微信啥的都没有了 就那段时间 我儿子来了 我看他挺不高兴的 问问啥事 他说他妈那边 做服装生意的 可能资金有点问题 我也算了算 这个资金 有可能他拿走 十天半个月的 就拿回来了说 也不耽误这边用 谁知道那边出了意外 没拿回来 这出点意外 我也想不到 你千七借了 就没想给 你就不想借 那你儿子是儿子 那我儿子就不是儿子了 我儿子还说还你 说过两天过来就给你 你就抠门 不是大哥 你身上就三万块钱 肯定不是三万块钱 三万块钱 就是在手里的可以流动的 他也不值 他也不在乎那个 他也有别的钱 我就需要了管他借 我当时的钱没带手 存着呢 取不出来 我又一切 他拔案我了 最后了 我用钱 这地儿就黄了 行 这是一个您觉得 他扣门的地儿 这扣门 还有 我说你家屋怪脏 你自己一个人 我说上你家 收拾收拾屋子去是吧 他家屋做得挺好 我那卫生间 我说去了怪热 我洗个澡 那扣门晚上 让我洗凉水澡 因为那几天多热 咱们这都四个度 是不是 那几天我就一直凉水澡 那电源我就没插吗 这不很正常吗 他说我就洗凉水澡 对啊 我就是 我退下 让我就那么洗吧 多扣门 他说我就闯那毛巾了 都黄了 黑了 我就给他拽了 他说我扔他东西了 你说那东西 你还留着干什么 你说多扣门 你说还能跟他俩在一起吗 你说一个男人 我就是粗粗拉拉 大大咧咧的 我一个人过日子 一个人过日子 差不多七八年 十来年了 扔了就扔了 不是什么大事 是不是 那毛巾 我不是没有毛巾 我们公司 发的老板 有好多毛巾 但是我感觉 他能用就用这个 我又不化妆 我又不在乎这个 我又不化妆 你就扣门 老师我跟你说 这件事扣门 第二件事更扣门 他总说 你闺蜜好 请你闺蜜吃饭 上班间他能舍得吗 我说那屋收干净 他在家吃吧 你去买点菜去 我说在家吃点 说去做点 我也会做 他去他扣门啥呀 他去买螃蟹 他买死螃蟹回来了 要吃土豆 他说他们要吃土豆丝 你说他就买这么点 小土豆丝 茄子买点臭不茄子 你买点排骨肉 什么的 没有 就买点破菜回来 捏麻辣 都不能吃这菜 他买回来了 菜市场那老板 我们都认识 那天正好去赶上来 师傅 你今天来正好 我这螃蟹 这海螃蟹 刚断气的 刚断气 那个架子 差一半以上了 今天你来了 我就便宜便宜给你了 你怎么知道刚断气呢 对啊 那老板 我几乎每周都在他那买 确实有占便宜这心思的 我感觉问题不是很大的 被他发现了 这个土豆什么品相不好 这也属于小事 我们过日子嘛 过日子大事要清楚 小事啊 小事 求同存异嘛 是不是 小事呢 尽量糊涂 我早都跟他说了 我们俩在一起过日子将来 我管吃管住 给彩礼还给零花钱 后来我大概弄清楚了 他为啥迟迟不想 明确我们这关系呢 他还想我那房子 要加他的名 都这岁数了 你还想着这个 我感觉有点过分 这是大事 这是大事不 那我感觉这有点过分了 老师 我给他开一句玩笑 他那么抠门 买一瓶水 他要给我挨一字 我说了公开也行 把你房加我名 我不就开一句玩笑吗 再说了 我在天津当二十多年了 我也有房 我也有车 我两套房子 我在乎你那个嘛 我不就试探试探他嘛 这就跟我朋友 跟别人都说了 他那个白金女啊 他又除了我房子呢 明刚才说给彩礼 那彩礼您就没给多少钱啊 至少现在当天津那个彩礼 二婚怎么也得十万八万的 那都可以 上嘴皮下嘴皮一碰啊 我连件衣服我都没穿着 他给我十万八万 我就管他借三万 他都不借给我 最后呢我儿子自己来了 买了买的底商买的房子 你说我能相信他吗 哎呀这个还不说 还小心眼 小心眼咋小心眼了 我啊退休了 打羽毛球 他就去看着我去 到那会我们打球 他不会打球 他上他搅回去 我又跟男的打了 他要上场了 你上场打呗 我给他打两球 他连球都接不着 你说是不是小心眼 你说这种人我呢 那我那我就是想要刷存在感 那边有四五个老头 都对他看好了 追求者特别多是吧 那我感觉是 那有四五个老头 他们有说有笑的 打球的 他们有说有笑的 还经常 他也小心 那些女的那不说呢 那那么多女的那不说呢 他们经常出去吃吃喝喝的 玩去了 就是不带上我 我们也有女的嘛 男女的都有嘛 带你带你去搅回去 一会儿这个不对的 一会儿那个不对 他就去搅回去 看你这也不顺眼了 看你那也不顺眼了 就这些球友 男性球友 他们知道他是你男朋友吗 不知道 但是大家也应该能知道 开到了 对 去了 最可恨的 背着我去乡亲去了 带公务员去乡亲去了 乡亲去了 以后还发朋友圈 给我看 我说你找去吧 我去也是为了刺激他 尽快确认我们关系 我们稳稳当当 踏踏实实过日子多好 那您刺激到了吗 有法作用 刺激走了 对啊 自己跑 我告诉你 那边有好多老太太 老太太比老头多 你找去吧 去吧 出差 一天 得三四个视频 你说多大岁数了 像孩子说 三四个视频 不接 他给你打电话 你在哪呢 你干啥呢 你又跟谁吃饭去了 就那么年纪人 你说多可恨呢 偶尔 偶尔的 在外边出差 自己一个人 不像在家里边 感到寂寞了 晚上或者怎么样 那可能电话稍微多点 我也是个有自尊的人 我不会黏人的 猜谜到啥呀 老师 我跟你说说 我儿买完房 我手里没有啥钱了 让我请他吃饭 我就请他吃拉面 他都不买单 后让我买单 管我闺蜜 借了一千块钱 你说这事 我要好好跟你们说说 说对象嘛 男人请吃饭 很正常是不是 我都是请他吃大餐 海鲜那个烧烤 自助餐 请了两三四之后 他可能也感觉不好意思了 说下次我请你 你老爷们 请我吃两顿饭怎么 对应该应该 你就得请我 我那么求求 我没说要请你 是你自己主动说的 下次我请你 我可高兴了 我可嫁着回报了 可嫁回报了 我这一次 我这次 我一定要顶住压力 我就要让你买单 你请我吃拉面 我也高兴 这个感情 不是讲究 这个双向奔赴吗 是不是 那我往前走八十步 你得往前走二十步 对对对 你们两个人 触到现在了 就比如说 有没有跟家里面人 见个面啊 对呀 之类的 下次我回老家 我说我回趟老家 他 不要跟我去 我可抓住这机会了 我宁可请假 我请个假多不容易 我宁可请个假 我要把我们这儿 俩关系坐实了下 我就 我就跟他回去了 他 他把我当成立功了 路上可不高兴了 到了家里 他哥 他嫂都是挺高兴的 热情接待我 他可不冷不热的 我要说啥 他脚底下 捅不捅 我上边捅不 就是不让我说 不让我 我为啥不说 我一年多 我可委屈了 我要我要投诉 我哥回来给我好顿鼠了 你说他 看扶吗他 你看他哥都可认可我了 我不唱歌不跳舞 不喝酒不打牌 出了上班吃饭睡觉 也啥没有不良嗜好 不花钱 我还能挣钱 我有房有车 这是条件 你好好再考虑考虑 我对他其实挺可满意的 做家务一把好手 洗衣服做饭 我对他都可满意 他带东西了吗 去你家 你问他带啥了 带俩手去的 那我不带了两条玉玺吗 你带他先买的好吧 你没带 先买的也可以 对 先生今天就要个准信 对 你同不同意 嫁给我还说 我们都这岁数了 都到晚年了 你还要拖 还要拖个三年五年的 你看人家 闪魂闪玉的 年纪的勇气 事就这么个事 一个人要一个答案 一个人看似给了答案 但咱也不知道 这答案是不是真的 我们先听听 两对晚辈嘉宾 对你们这个感情 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这位叔叔 他有一些 在大事上的果断 比如说去阿姨的家 或者是在大事上 我觉得你应该 向这位叔叔学习 就碰到大事情上面 对我们来讲 我看到我们需要的 其实我觉得阿姨 其实为什么 一直没有跟你分 就其实对你 还是有好感的 他只是想要 你给他一个安心 他觉得你这个人 是可靠的 我是能够跟你走下去 过下去的 我觉得就是叔叔 多让着点阿姨嘛 就感觉没什么事 挺甜的 到对吧 我们可能到这个 就是我俩到这个年纪的话 就可能就不会 像他们这样子的 我也是觉得 这个阿姨跟叔叔 挺甜蜜的嘛 就是要我说吧 我就觉得叔叔 你就把钱 都给阿姨管着呗 然后就是阿姨 对你也挺好的呀 也挺贴心的呀 其实啊 我倒没特看出 大哥抠 就是有什么习惯 就是习惯 对 节省啊 觉得自己 中华民族的美德 我倒看出大姐 挺看不上大哥的 我俩生活 呃 那个什么都不一样 我觉得 对 我就觉得这么拧巴 我想问您的是 这么拧巴 这么看不上 干嘛不赶紧 在实际生活中断掉吗 我觉得他挺有学历的 工作又好 如果要改一改一开始的时候 是吧 我俩这块 不认为你 老了有个伴 没想想他 工作再好 学历再高 跟您没关系 不愿意为您花钱 就是跟您没关系 您压根心里头 就没有这位大哥 不合适就赶紧分开吧 不喜欢在一起 太难受了 我觉得挺好的呀 就是 慢慢地在一起融合呗 那大哥 如果你真的想 娶他的话 你可以付出 你的实际行动啊 然后你也改变一下 下次给大姐 尝尝不断养的螃蟹 是不是 对吧 对 这能做到 这能做到 那行 那没什么别的 其实我觉得 你们俩还会出来的 就是把根本的问题 聊下来就好了 你们两个人 其实图的 真的不是对方的钱和财 你们图的 就是对方 能够带给自己的那份爱 要不然的话 女士不会每天 跟一帮球友 男男女女 对吧 还出去捋个游啊 一起打个球啊 她需要的是 精神上的那种愉悦 你也一样 你也不图她什么 你也需要的是 那种爱的感觉 我觉得到这个年龄 大家千万别拧吧 自己想要寻找什么样的感情 自己想要寻找什么样的人 这个时候越不能委屈自己 大哥是孤独而有趣的灵魂 是 我挺乐的 漂亮的皮囊 你是有趣的灵魂 嗯 但是只有有趣的灵魂这件事吧 只能骗骗小姑娘 大姐是经历过生活的磨难的 人知道 光有有趣的灵魂 没用 说句实在话 你说 她有没有被你吸引 是有的 到这个年纪 被一个男人 那么炽烈地追求 那么疯狂地喜欢 她肯定是有被吸引的 但被吸引到之后 她所有的生活阅历 都告诉她一件事 看男人 不能光听这张嘴 嗯 我还得见点真章 嗯 大哥 我问你 你那么聪明 嗯 你能看不出她有多难吗 她虽然她说我有钱 但我们都知道她有多难 一个人要不难 她不可能一千块钱 生活费的个人借 是不是这个道理 吃完拉面的钱都没有 她那一天 得跟闺蜜开口借那一千块钱了 是 她可以请你吃饭 那请问你可不可以借她五百块钱 然后她再请你吃饭 那很简单嘛 我喜欢的一个女人 她都要开口个人借钱 为什么我不能给你 你嘴上说得很好听 我养你呀 包吃包住 会有人信你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人落难了的时候 没见你在哪儿啊 而且人落的这个难 没有你开销多少啊 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值得自己反思一下 您真的要追大姐 不要靠这张嘴了 拿出真心来 去关心人家 真心实意地 对人家全家上下好 别人看得到的 人心都是肉掌的 大姐你觉得我说对不对 对 我现在我想还原一件事啊 你从向闺蜜借钱这一刻 你先向她借了吗 没借 你为什么不先跟她说 我借她也不 她怕我不还呢 我借回妹钱 她都没说您给我拿点钱 我再问您 假如您的女朋友 当时就跟你说身上没钱了 先给我拿个一千块钱 周转一下 过两天给你 你给不给 抛开吃饭这事 要是有别的什么事 那我肯定借她了 对吗 因为她一千块钱 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这次我就是要 我懂了 现在懂了 她是像玩似的 就觉得我要赌 你今天愿不愿意 借点钱请我吃饭 对 我要看看你又没有付出 对 而对于您来讲 您和我们一样 起初有了一个重大误解 就叫做这个男人 看我在水火当中 都不愿意伸手拉一把 且还要给我火上浇油 让我请吃拉面 对 我觉得我这么大岁的 我托付给他 没有 你们两个人各自会错意了 你现在能够懂 当时她的一个心情了吧 她有点童心未免 这位姐姐 我作为女人呢 我必须得说一句 我到这个这儿 坐着以来 我看了这么多对 我没有看到 有哪一个男人 是在舞台上 一直这样痴痴地 看着他身边那位女士的 我也从来没有看到 有哪一位上来的男士 一上来 第一句话是笃定地说 我看他啥都好 我就是看上他 我就看好他 所以这一个男人 你要说 他是光动嘴吗 没有光动嘴的人 不会再把眼睛 一直挂在你身上 因为他动动嘴就够了 他看不看你 你根本看不见 我只能说 到这个时候 咱遇上一个人 这样的喜欢和欣赏 痴迷自己 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至少不要伤咱哥哥的心 第二个 咱哥哥对您的好 和请您吃的那些饭也好 值得他吃一顿 您请的拉面 这事不用念一辈子 然后如果哥哥 啃给您 转那个彩礼钱 我觉得他其实 就已经通过了考验 解决了很多问题 事都在您 您自己想 我是特别希望 你们能够再试一下 千万不要错过彼此 是 是 好 行吧 那就大家都冷静地 思考一下 好不好 同样我们这两组嘉宾也是 好 感谢你们 你们最看好哪对 第一对啊 第一对 第一对会出来 这个嘉宾会经过很多风雨 阳光普照的 那我们就共同期待一下吧 请开门 怎么样啊 你为什么长输一口气啊 就是刚刚我们下去 我决定了 在我们当地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刚刚下去就已经把那个之前的工作 直接说不干了 哇 太好了 每天可以稳定的时间 陪着孩子和老婆 承担起父亲的责任 对 特别好 您加油 好了 加油 接下来时间好好抱抱自己辛苦的老婆 对不起啊 哇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希望你们一直幸福下去 好不好 在哪儿我们都会坚持 坚持 加油 一定会成功 对对对 是的 健康成长 祝福你们 祝福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加油 谢谢 特别感谢 加油 加油啊 嗯 嗯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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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他们真不一样啊 真是一个重生 我突然好温暖啊 都会觉得 哎呀真的 爱是值得的 对 就是192就要爱 我们就好在一起 来我们来看 我们今天的第二组 情侣嘉宾 他们的选择又会是如何 在开门揭晓答案之前呢 要提醒一下 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可以登录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我们一起期待结果 请开门 来了 来了 哎 你打笑那么开心呢 就老师我刚想了一下嘛 确实是我有些地方做的不对吗 就我太管着他了 我觉得 那你接受得了他化妆哈 他刚刚说了他能改 对我觉得男人 就是得有点阳刚之气嘛 老师们说的也对 我也觉得我有点 过于那个了 就我以后肯定会收一点的 半点半点 勤浓点 装半点 好 好嘞 对 祝福你们 接下来时间 留给你们 好好生活 好好相爱 好 祝福你们吧 谢谢老师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再见 第三对情侣 我希望她出来 我觉得可能不会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吧 请开门 来了 来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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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看来要吃到喜糖了 这个牵着手上来的 意义是 是他同意跟我将来在一起 哇 哇 拿什么说服的他 他说他全改 以后都听我的 小心眼什么都改了 说要再给他一次机会 大哥你这次 用点实际行动不 是 用实际行动 你相信不 谢谢 谢谢你们啊 谢谢 谢谢 再见 再见 特别好 我觉得不管多少年吧 总之现在大家有爱的人 就要爱的人 就要在一起的人 就应该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天 对 如果爱情有的时候卡壳了 我们换一个角度 有的时候会发现 其实可能是我们有了误解 那个风景是不一样的 当然了 如果您的信到老卡壳 我们就应该更换到192 让爱相连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 我们的节目呢 是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 独家冠名播出的 广电5G192 全新号段 全新体验 让爱相连 我们下期再见